我现在拿着的就是Samsung最新发布的 F1系列平板 不只颜色上 在定价上也很有意思 标志板几乎是大个TAP S9一般的价格情况下 IP68 标配S-Pen 平板生态都有所保留 这款平板适合一些预算比较紧凑 性能要求没那么苛刻 但又想体验完整平板生态的人群 比如说学生 然后我还发现 它能跟其他不是Samsung牌子的电脑联动 而且是官方适配 在这里呢先点赞Samsung的格局 好了相信各位已经刷过很多这款机型的评测 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 短期视频呢主要是来复习Samsung生态店的用法 彻底榨干这台机器的生产力 除了Google Meet可以在不打断通话的前提下 流转至平板 Samsung还可以做到在平板接打手机上的SIM卡通话 收发短信 设置步骤也很简单 从上面滑下来找也没有像电话这样的icon 没有的话从Edit Button这边拖过来 然后按99 假如是Long1一样的Samsung account 你的手机就会出现在这里 开了这两个Settle 有时候你不方便拿手机或者是你懒的话 这个功能就很方便 Samsung的QuickShare类似Airdrop和Google的Nearby Share 除了可以QR Share,Share to Contacts,Private Share之外 我觉得一个加分的点是它对其他电脑品牌的兼容性是做到相当好的 明明这电脑可以用 可是为了配合新功能去买新的电脑 也不是不行啦就是有点费钱吧 只需要去Microsoft Store下载QuickShare应用就可以实现电脑手机平保护传自由 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安装Samsung account 在1.3GB的大小情况中呢 我测试到的传输速度大概是在33秒 我自己实测 就算在WiFi没有Connect去Router 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目前市面上的免费跨平台传输软件 它有个痛点 就是设备必须要Connect在一样的WiFi情况下 才可以实现互传 哦对了 你的电脑一定要支持WiFi和蓝牙 没有的话呢QuickShare是会闪退的 还有它的屏幕拓展功能也是几乎没有品牌限制 平板点Secret Screen 在电脑按Start加K 选你平板的名字 等一下就Boom Magic 你可以选择作为X-Pen Duplicate当前画面 甚至可以留X-Pen当作电脑的收写笔 充分发挥X-Pen低延迟的优势 但是无线拓展目前只支持1080p 30Hz 有更专业寻求的朋友 不妨可以看看Super Display 可以直接有线连接平板当出货板用 除了能把平板作为电脑屏幕拓展的一部分 在这里呢也可以透过Link to Windows和Samsung Flow 实现跨平台联动 精彩点拗口 没有关系 我这里整理一个表 方便你们能捋清楚我介绍要说的东西 它们都可以共享Kipboard 不查文件 共享屏幕 目前Link to Windows已经做到相对完善了 可以做到控制手机接打电话 通知同步 打开程序 这次已经可以选择用PC的扬声器播放 或是直接套用手机平板上的扬声器 那这些都看多了 不如整个活 Samsung平板不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电脑模式 Samsung Dex 我们就拿Samsung Dex来Link to Windows玩玩看 说不定能插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我玩了一下子发现有关系的 Command按键的快捷操作是用不到了 不测可能是Samsung Command Key 跟Windows Key起冲突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 欢迎在评论区先给我们知道 讲到打开程序 Samsung有个功能叫做App Continuity 但目前这个功能只支援 Samsung Note和Samsung Internet Browser SIMA后续扫充工程师 能提供更多支援这个功能的应用 因为无感切换的感觉 真的是很爽 所以拜托你的工程师 手机和平板联动起来 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玩法 就是把这个Tap当提示器 23F1就当Vlog相机 就很适合平时讲话 不抗感就会犯病一只口吃的人 比如讲我 除了上面讲的手机、平板、PC之间设备的联动 Samsung自家耳机 Buds系列也有推出F1版本 和自家大哥Buds 2 Pro相比 一样有EC pairing 手机平板之间也能快速切换 一切都是自动 不需要再去Setting Configure Con都来说天亮了 假设很出心的人 每次动动木槿耳机 或许Smarting Spine可以帮到他 好了 由于片幅的关系 就先介绍到这里 有什么想要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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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